大家好,我是阿窗 今天咱们来说说电动车电池一个比较奇弊 而且又比较可笑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好多客户,而且在网上也有一些网友也执行过 就是电动车这个电池寿命太短 或者是细行里程不够严 可以把这个电池任意 哪一个它的顺势把它调一下 就可以增加电池细行 底层还有增加这个寿命的延长 这个到底有没有效呢? 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而且给大家做一下实验 通过调换这个电池的顺序 是不是真的可以起到作用跟效果 那么首先咱们就利用了一个万用表 然后把这个正务级 测量电池里面的这个电压 这个是12.5 这个也是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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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电压这边的就高一点 这边低一点 咱们首先看到每一个电池 它这个电压是不变的 12.7它就会一直稳定在12.7 那么12.5它也会稳定在12.5 大家需要认识一点 电动车这些电池 它是属于一个串联在一起的 那么它里面的容量还有电压 它都是相加在一块的 也就是说这个是12弧 那么加一个就是24弧 它不会说左右变动或者其他的这个变化 那么假如咱们这个电池把它拿下来 另外一个放上去把它顺序掉放 那这时它里面的电压跟容量 它也是相加的 它不会有任何改变 所以咱们这个电池掉放顺序 这个效果是不可取 也是没有什么这个可以使用的这个价值的 针对这个电池顺序的掉放可以增加细航里程 还有寿命的影响 那么通过这个方法测试 它是不可取 而且是没有作用的 在维修的过程中 好多客户还有在网上的这些网友 也是执行了好多次这个问题 根据网上的这个视频 那么在创作的过程中 这个创作者他只要针对这个问题 是通过什么来改善电池 它的寿命跟细航里程的 针对这么多年的我的这个修车经验 对电动车的了解 电动车电池它没有这种方法 可以改善这个细航里程 跟一个寿命的问题 绝对不行 绝对没有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深入的去讨论这个话题 咱们还是老老实实 电池该保养就保养 该更换就更换 其他的根本没有必要去投入 或者花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 好了 如果觉得有用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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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